接著是陳家祖作的現況照片,可以看到室內有閣樓作為避難空間及鑽石混合構造的場面,左右附通上的短柱及東口,地域地形圖以及航照圖, 新延民北路九段九十二項十五號,名稱社子島中中古里宅,總類宅地,地址為臺北市市林區延民北路九段九十二項十五號,地實建築及地桌土地範圍為社子島中中古里宅建築本體,建屋坐落土地為市林區中中段三一二地號,實際保存面積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接著是登庫理由及法令依據。 這個看到的是中多福里宅的現況照片,可看到正片奧壽形式兩側的窗戶為陽性上下推拉窗,左右附隆為磚造,以及水形馬背山長。 接著是提提第十五號。 童兆符。 湯兆符。 本來提起本神贏會神異,必議神異,絕一扳的後續。 好 謝謝 各位委員 那個老闆 到底怎麼樣 謝謝 第六案件 可是我們還要辦公的話 因為德魯是西洋人士 可以開除 辦公園 都是辦公園 另外還有一個案件 你們所有的Dogos的狗 都寫Dogos 應該是莫名 好 剛剛這個電話接一段319號 我們迫逼了一個委員 初級委員實在的軍統 達到 好 接下來 最案頭到下一項 我們就最案頭到 一按十一中正區 白色恐怖正正受難者紀念碑 文化資產再起一按 新冬 印出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十七、十八、六十一條 無極指定期被指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墳庫被 此審查及補助辦法 實機增墓基被指審查辦法辦理 那白色恐怖真正受難者紀念碑 那一下我們會解釋紀念碑 它是位於中正區 接受公園內海大道五環接的交叉口 那坐落在中正區的公園端 公園端三四端一四二一號 沒有經號增記 全管單位是本土公務局的 公園路燈管一處 那本來是依據 國家人權博物館辦理的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 相關時期點調查案 那本市有二 不已離職有二十處 那其中已經指定登陸文化資產的有細處 上有三處仍存在未指定 那包括上市已經決議登陸為 歷史建築的皇上會站 還有今天審議的經驗碑 還有保廠定情場 那為了確認及文化資產價值 本局一一文資法 在108年10月14日的時候 邀請了文資委員發展了專業小組會刊 會刊結論 初步建議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 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那專業小組會刊 委員意見 在要如下 有三點 一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 搬花崗遊 無形牆 2008年才落成 年代較近 地點缺乏歷史意義 二 紀念碑與事件地點 之連結性薄弱 無地域特色 無建築史 技術史之價值 三 現實現狀 無改變之語 無文資價值特色 那依據史基登陸集費 只審查辦法第三條規定 本局在108年12月9日 要開了整個工廳會 那工廳會的會議記錄 想參附件4 那補充資料還有附件5的專案 小組會刊照片 還有附件6的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那以下是地極圖的部分 可以看到紅色框 紅色框線的 曲線框的是 座落的 工延貝的三小段 142D號 藍色框起來的圓圈圈 就是白色恐怖 政治收納者紀念碑的位置 那這是專案小組會 攤所拍攝的照片 那這是近一點的紀念碑照片 還有旁邊的圍牆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他位在莊鎮區 接受公園內 台達大道旅館迎接交叉口 座落在莊鎮區公園站 三小段 142D號部分 152號登記 創建年期是民國97年 所有權人是台北市 那土地建物的管理單位 又是本府的公務局 公園路登工程管理處 那土地使用分區是公園用地 限地展示 所有權人保存意願無意見 專案小組委員會刊的初步結論 揭示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本案建議不指定不登陸文化資產 後續由管理單位 公登處自行管理維護 那因為不登陸文化資產 那後續管理單位就是依相關規定辦理 以辦理行同意凡是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 不指定古蹟不登陸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時機 二 本案提請合審議會 神秘必批審議舉辦理後續 這個委員有一個人 又一件我們就要聽 好吧 好 剛剛被影韓是小地區 我們是13人的公園 好 下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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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是在萬華區馬場電行場 文化資產的代理行程要請收 萬一期前期馬場電行場 位於本市萬華區馬場電行業公園內 作為普及在萬華區區 之前是要賀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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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記號 除了單位文章組的數據工程書 在一支國家人權國務館 辦理台灣凡色恐怖時期相關實際點調查案 本市服役只有20處 但本案之其中的一處 為確認其文化產的價值 本局在118年10月14號 要請委員辦理專案小組 原意見摘要如下 一一馬場兵日時時期為練兵場 後改為飛行場 國民政府簽台後為刑場 消極政治犯一般刑犯 至1949年9月截止為執行最多政治犯的刑場 最有史料佐證 曾經發生歷史上重要實現 建議依據史記價值流程 但依據史記登錄提供審查辦法的第三條規定 提在108年12月9號 抓到本案的公公公會 他會一支錄請委員長三復健 其他比公司要包括 專案小組會開照片 還有文化戰爭評估報告 也會委員長三復健 這是本案的地籍筆形圖 還有盲測圖 所有主題都是在 放緩去紀念段二小段一號 現場的照片包括中間有紀念秋 然後前方有飛穩 這是飛穩的進照 那基本資料部分 本案的所有權是國有關 將會是混合水域處 主力使用分區為和川區 價值分區的部分 在專案小組的意見 都是以致認為 具有實際保存價值 將未來管理文部部分 未來由恩乎水域處 負責管理文部 目前做馬場地公園使用 公民這種遊戲 所以登錄後也會維持現況 你辦事項一 你請同意登錄馬場冰淇場為時機 你稱為馬場冰淇場 種類為災難場所 位置在臺北市萬華區 馬場冰淇場的公園內 範圍為紀念秋季 被穩坐落地 土地為萬華區青年段 二小段第一號 登錄旅遊及法令依據 馬場冰淇場原指為日本陸軍 所設立至臺北列冰場 回復兵操練與基軍 學習馬術的場所 回復因此等明後改為備刑場 1950年代初起為槍決政治法的刑場 以此槍決的人數難以考證 推測至執行最多政治辦事行程處 約於1954年停止使用 三 兩性年改建為馬場冰淇見公園 田內中紀委紀念秋 主修前紀委委 四 否使機登錄 及備指使強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登錄基準 二 本來提醒的審議會審議 第一項登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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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科主機委也補充 如果他能夠登錄時期 是臺北市第一項 希望嗎 阿徐 先生 好 剛剛 剛剛那個白隊寶庫今天沒13個 好 我們今天這個案子 就結束了 包含的小巷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13票 然后同意 我们的参入为 马产林平台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